中二高级华文单元五 祖屋 新加坡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大力兴建祖屋 建国初期 多数国人的住房比较简陋 生活条件也比较落后 1960年 政府成立了建屋发展局 开辟土地 兴建了大量的祖屋 四年后 政府实施居折有齐屋计划 让国人能够以优惠的价格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重视市镇规划 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所需 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 政府在兴建祖屋时 也重视市镇的规划 市镇里一般都有邻里中心 游乐场 图书馆 公园 小贩中心 宗教场所 市镇理事会 民众俱乐部 综合诊疗所等 改进祖屋设计 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蓬勃发展 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为了与时俱进 建屋发展局给祖屋的设计注入更多活力 推出了许多设计新颖 造型美观的新祖屋 打造宜居家园 时代不断变迁 建屋发展局在设计祖屋时 越来越关注环保和人口老化等问题 祖屋区里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交流空间 环保和无障碍设施也越来越完善 如今 新加坡的祖屋驰名海内外 市镇规划和祖屋设计也屡次得奖 获得许多荣誉 祖屋已是新加坡的重要标志之一 也成为新加坡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生词朗读 简陋 开辟 宗教 综合 经济 富裕 变迁 障碍 持名 语次 荣誉 词语教学 中二高级华文丹园舞 祖屋 新加坡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简陋 解释 房屋 设备等简单粗陋 不完备 搭配 房屋简陋 设备简陋 预据 一 建国初期 新加坡人居住的房子比较简陋 生活条件也很落后 二 他小时候住在简陋的房子里 但现在他住的房子设备齐全 开辟 解释 打开通路 搭配 开辟道路 开辟航线 开辟土地 预据 一 1960年 政府开辟土地 兴建祖屋 宗教 解释 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对于超自然的力量进行崇拜 搭配 宗教信仰 宗教团体 预据 一 每一个市镇里都有宗教场所 如华人寺庙 教堂 回教堂和印度庙等 二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 多元宗教的国家 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宗教信仰 综合 解释 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例据 一 这是我们综合了各方的意见后 做出的决定 二 在新加坡圣陶沙的综合娱乐城里 有酒店 水上设施 赌场 环球影城等 经济 解释 社会物质生产活动 搭配 经济发展 经济繁荣 例据 一 新加坡从过去的小渔村 发展成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 二 冠状病毒使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 停滞不前 富裕 解释 财务丰富 充裕 搭配 生活富裕 家庭富裕 例据 一 他家庭富裕 从小不愁吃不愁穿 没吃过苦 二 虽然他家庭富裕 但却非常节俭 不会乱花钱 变迁 解释 情况或阶段变化转移 多指长时期的较大变化 搭配 时代变迁 社会变迁 人事变迁 一 由于时代变迁 很多旧的事物都已经被淘汰了 障碍 解释 阻挡前进的东西 搭配 制造障碍 清除障碍 一 这些无障碍设施 为残疾人士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二 想要成功 就要扫除前路的障碍 持名 解释 声名远扬 搭配 远近持名 中外持名 持名天下 欲据 一 这个摊位的肉骨茶 远近持名 每天都有很多人慕名前来 屡次 解释 多次 一次又一次 搭配 屡次犯错 屡次获奖 屡次迟导 欲据 一 她屡次迟导 被老师教训了一顿 二 她屡次获奖 为学校带来很多荣誉 荣誉 解释 光荣的名誉 搭配 荣誉学位 赢得荣誉 获得荣誉 欲据 一 她在全国歌唱比赛中 获得冠军 为学校带来荣誉 之后 什么事 大将是学校带来教学位 大将是学校带来教学校的 这种背景 幻听的 获得冠军 几个发达军